那今天呢来给大家道道一下如何在网上选购一些花卉 避免踩坑啊 首先第一呢咱们就说一些个平台吧 像我抖音那边的这个花友是比较多的 当大家在抖音上去看直播也好去 买花也好 大家一定要看是不是加入了一个要养死包培的一个业务 这是抖音那边一个特色的一个业务 就是说你收到手以后呢 有的是7天有的是15天之内的 如果说因为描情的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好 它有包培的 就是说给入了保险好吧 这个您就可以放心购买 第二个点呢就是如果说你说其他平台的话呢 大家就尽量的去看什么呢 看评价和这个达人的一个带货口碑 如果说很低低于4.6的话 大家就尽量的要优着点了 还有一种呢就是薪手 很多的就是有一些新开的店 有的是以忽悠人为主 也有无可能有的是好好的去做直播 你可以先观察两天看一下评价 然后再去买 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你又不敢买的话呢 你也可以告诉老花一 老花一来帮你踩这个坑 你把链接发给我 我去拍 拍了以后帮你做开枪 这个是完全OK没问题的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拍的时候呢 尽量的不要以几年几年的苗去拍啊 这个昨天的时候也说过这个事 好吧 大家尽量的就不要是按年份买 这个不是盆景 也不是搞收藏 尽量的就选自己喜欢的 客行大的 苗情健壮的 还有一个呢 大家尽量的避免错季节的一些个花 比方说哈 咱就打个比方说锈球 它从春天开始开 那你现在买到的就是一些开的花很大的 那你买回去以后呢 多半就是有点错季节 你就会稍微不那么够意思 你比方说咱们冬天能够买到这个大棚里面的西瓜 你吃着肯定不如那种地里边长出来的甜 不是说不能买 是能买 就是要稍微来说有一定的养护难度 再有一个呢 有的话说数千的不能买 数千的是可以买 因为你这个花卉里面 咱们说实话 数千那边的一个在全网的出货量 能够占到一半甚至是以上的 好吧 这个你难以避免 你看一下它的一个店铺评价 好吧 你不能说这一杆子打死任何一个地区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到拼兮兮 因为很多平台的原因 咱们不能说这个叫什么拼兮兮 所以说呢 有的话说我说拼兮兮 这个没有说是贬低他们的意思 这只是一个代称 我也可以说叫PDD 因为PDD的粉丝更多 有人又得说我是 是吧 我说你不要那个事 那在买那些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就本身就奔着便宜去的 你就别在乎质量了 你就看假额就完了 好吧 还有一些个呢 就是 哎 不知道也知道怎么跟大家说了 反正我最近也是买 也有采充的时候 对吧 这个都是靠经验了 没事就可以多翻翻我之前的一些开箱视频 给您一些个建议 好了 另外最后一个事就跟大家说 不要相信有几天浇一次水 这一说 他告诉你七天浇一次都是梦你的 任何时候养任何之后就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就行了 好了 这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有什么养花不把握的 都可以来找老花一 给你做一个小参谋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